瓜果类叶菜类根筋类怎么正确的使用磷酸2000甲 首先第一个瓜果类蔬菜啊 瓜果类蔬菜呢 它主要就是以结果为主的 开花多结果多果实大 是这个唯一的要求啊 除了说底肥和追肥以外 叶面喷湿也是这个补肥真产的一个有效措施 真产有效措施 瓜果类蔬菜和叶菜它不一样 需要用不同的肥料 那可以用磷酸而青甲40克 棚15克兑水20公斤 在开花期和结果期喷尸个两三次 中间呢间隔个7到10天 这个办法也很适合豆角类蔬菜 可以促进多开花多结果增加产量 同时还能够增加这个果实当中里面的那个糖分 改善口感 瓜果类蔬菜啊 还可以用40克的磷酸而青甲 加10克的那个0.01%的云台素 兑水20公斤 这个方法它不仅有那个增产的作用 还能够预防多种病害 还可以增加果实的甜度 第二个就是叶菜类蔬菜 叶菜类蔬菜它主要就是生长叶片嘛 很多人除了说给这个叶菜适足底肥之外 还会去追肥 还有叶面补肥 那么从地苗开始啊 可以用40克的磷酸而青甲混合60克的食醋 兑水20公斤 页面喷湿 有条件的呢 可以在这个配方的基础上 再添加0.01%的那个云台素10克 这样的话就是不仅能够预防多种病虫害的发生 还可以就是大幅的增加产量 叶菜呢会长得特别茂盛 这个不仅能够给叶菜用啊 就是还可以给其他的蔬菜呀 还有一些什么粮食作物都可以使用 一般就是隔个十天左右去喷一次 连续喷个三次 植株生长呢就会特别的旺盛 大幅度的增加产量 第三个就是根筋类蔬菜 根筋类蔬菜是以生长根筋为主的 那在地苗期 叶片 连做期 还有就是根筋膨大期 用15克的流体膨 40克的磷酸而青甲 兑水20公斤 就是对着叶 那个叶面啊 去各喷湿一次 不但能够促进 跟进快速的庞大 还能够显著提高它的质量 磷酸二星甲 它是一种高效 甲肥 主要呢就是叶面喷湿 那在使用当中 合理的搭配一些其他肥料 效果是可以显著增加的 那上面 前面之所以说 搭配那个云台素 是因为云台素 它不但能够解除 肥害 药害 还能够调节肥效 调节植物的生长 达到促进生长 保花保果 延缓衰老 还有增加产量 抗病虫害 等等一些作用 好了 关于怎么正确的使用 这个磷酸二星甲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 如果还有哪些想要补充的 或者想要继续讨论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不含 深色 付別 不含